路邊百線汽車停漫漫 車輛交匯進退兩難 從空拍鏡頭看更是驚人 蜿蜒山路車輛一台接一台 就像電玩貪吃蛇 早上來還算不錯 可能中午過後會摔車 南投縣路股鄉大輪山區 整片山坡都是銀杏造林區 季節轉換夜片會漸漸退去 翠綠夏莊呈現一片金黃美景 很漂亮啊 有看IG上面都是很狂的那種 銀杏 剛好碰上國慶廉假 民眾一窩蜂上山 唯一道路陽灣巷 狹小灣區交通大打劫 讓當地人超困擾 還有南投清淨農場 雖然英語明明又起霧 但綿羊秀一開眼 舞台前座位還是擠滿遊客 還可以啦 沒有到就是雨大道 沒有辦法進行行程 可能等一下看完綿羊秀就回去了 相較國慶日當天 湧近八千一百人 收假日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遊客明顯減少 也想著要提早下山 但清淨農場統計 廉價三天 遊客突破兩萬人 已經是疫情以來最好記錄 記者 作文詳情 李宗盛 南投報道